大家好,今天来分享正式版的邪魔外道成就获取方式 以及大度能容千悲不醉的成就获取 先来说大度和千悲这比较简单 前往大梁城的防花四景楼 一进来找管事购买东西 他有两块以及的甜点 买完别急着走还有个伙计有卖东西 他有卖四份以及食物和四瓶的以及酒 前往储乡城 到汪幽楼 他有两瓶以及酒和四份的以及食物 前往连安城 到太白楼 他是最有钱的掌柜 身上有四瓶以及酒和六份的以及食物 前往群芳馆 找馆主购买 他身上有两块以及的甜点 三大城镇跑一趟可以获得十八份以及食物和十瓶的以及酒 也就是说三个城镇跑个两趟就可以收集满个二十份 成就也就解完啰 比较麻烦的是邪魔外道 如果只是为了解成就新手的话可以用休闲的版本 串完脚之后六位长这个样子 前往储乡城的龙中书院 智慧是六位里面最难降的 每天可以找院长答题故意答错 这样可以扣一点智慧 学童这边可以去按取降仁德 故意按取失败的话可以降礼节 仁德跟礼节是最好降的 找这些学童他也不会生气揍你 很快就可以降到-100了 来说说看如何降性用 到城镇寻找榜接取任务直接放弃 放弃一键会扣1信用 不过这边要注意放弃会降低城镇关系哦 提高城镇关系最快的方式就是找支付 目前城镇关系是5点 只要想办法把支付搞定关系提升到满 点开城镇关系就会发现直接加50点好感 这样就不用怕接寻找榜放弃被城镇居民讨厌的结果 储像还有一个降智慧的地方 我们到当铺这边打坐到午夜 经过这边会有个小寡妇出现 他会问你要不要进去陪他 请一定要进去 一进去会立马扣10礼节和10智慧 后面这些剧情随便选都没有差 刚好也过午夜记得再去书院打题 故意打错扣一点智慧 智慧来到-12了 当然也不要忘了过子时可以接悬伤榜 都放弃完就可以转站下一个城镇 前往大梁城 第一步一样先到悬伤榜接取放弃 赌方前面有个老婆婆可以猜谜 这边也要故意打错装置账押 亏扣5点智慧每天可以来一次 市集有个精明4块的摊贩会要求你帮他顾摊 接取每个客人都故意点大幅涨价 每个客人会扣5点信用 最后这个客人还可以揍他一顿拿他的钱 这个之前解完信用可以扣15点 目前信用是扣24 前往太学馆答题 故意答错扣1智慧 所以智慧的部分每日到储香大梁答题 还有亚婆婆答题都可以扣 前往林安城 街道中有个商人知信也可以扣智慧 找他投资100文 点了之后12时间再来找他 一样别忘了把悬伤榜的接取放弃 前往储香城 接取悬伤榜后放弃 到书院答题答错 前往大梁城 找亚婆婆答题 放弃悬伤榜 出院答题 前往林安城 放弃悬伤榜 找上次投资的商人对话 对话前先存个档 他如果有赚到钱就要赌档喔 赌档再来找到对话他说他全赔光了 这时候就扣10点智慧 还有个地方可以扣智慧在大梁城 到衙门触发小夜判案的剧情 这边随便乱判我直接用驱打成招的方式 均匀结束后会扣10点智慧 不断在这三层绕 让智慧和新用降到-100 花了不少时间总算将这四项降到-100了 降意气和勇气相对简单一点 不知道大家十字坡查摊江湖人的支线解了没 好感度满的时候会触发官员来逮捕他的剧情 这边选择不关我的事可以扣10点义气 目前义气长这样 前往野狼谷 主角只要比队友早撤退可以扣10点义气 这时队友再撤就会降二勇气 扣这两个不用跑毒在野狼谷就可以搞定 义气会比勇气早达标 这个时候就可以请队友离开自己解会比较快 花了一些时间总算解完了 以上为邪魔外道大度难容千倍不醉成就获取方式 出这个攻略是因为有粉丝是新玩家想知道怎么解 我知道很多老玩家应该都解过了 就当回忆当初解成就的时光吧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不关键订阅分享加开点小铃铛 我是小风我们下次见